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岭南文化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一起了解一种传统手工艺品,大吴泥塑 诶,什么是大吴泥塑呢? 老师这儿有几组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两张都是戏曲人物 诶,北京Opera,你们有听过吗? 北京的京剧很有名 咱们潮州地区呢,也有潮剧 这两张图片里的人物就是来自潮剧 这两张是脸谱 你们看,每个脸谱的样子都不一样 这两张是人物肖像 他们的衣服、头饰、表情、动作都很逼真 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这两张是神和佛像 你们看,左边的这个福禄兽三神 一般都是供人、膜拜、观赏的 我们再来看这三张 是儿童玩具 中间这个娃娃正在吃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是中国有名的小吃 外边甜甜的,里边酸酸的,可好吃了 在中国,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 有机会一定要买一串尝尝哦 看了这么多图片 你们知道大无泥塑是什么了吧 那想不想知道它是哪儿的呢 别急 老师告诉你们 大无泥塑是广东潮州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 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语 叫做银湖小姐 大无翁仔 意思是 这个地方的女孩子貌美俊俏 土翁仔巧夺天工 美妙绝伦 土翁仔说的就是咱们的大无泥塑 那大无泥塑在哪儿呢 走,我们去瞧一瞧 这是一张中国地图 广东在这儿 旁边是广东的局部地图 潮州在这儿 我们把潮州 汕头 接阳三个地方 合称为潮汕地区 咱们的大无泥塑就是出自潮州 那大无泥塑是怎么来的呢 老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你们就明白了 中国有一个朝代 叫南宋 这一时期 有个叫吴静山的福建人 跟着父亲经生 并学会了泥塑工艺 之后 他来到潮州定居 靠制作泥塑玩具生存 后来这门手艺就流传了下来 他定居的地方叫大无村 那儿的人都学会了这门手艺 所以才有了大无泥塑这一称号 大无泥塑历史悠久 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些泥塑作品吧 这个作品叫做品明 用朝善话说是假的 也就是喝茶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坐在左边的是一个农民 他的衣服很朴素 坐在右边的是一位园外 他穿着很华丽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一起喝茶 园外手里拿着扇子 农民没有穿上衣 可以看出天气非常炎热 而喝茶可以消暑解热 园外微笑着 好像在对农民说 请你喝茶 农民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好像在说 你要请我喝茶吗 在中国古代 园外的社会地位比农民高很多 但是现在园外和农民正平等地 坐在一张石桌上喝茶聊天 他们在用什么喝茶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茶具吧 这个叫做若称杯子 用来喝茶 它像一个鸽子蛋一样小 潮善人认为 杯子大了 品不出茶香 这个叫做桃冲罐 是用桃制作的 用来泡茶 这个叫茶池 也是用桃制作的 形状像一只大碗 用来存放泡茶时多流出来的水 这个叫做茶锅仔 用泥做成 放在火炉上 用来烧水 随着时代的发展 大多数人已经敢用通电的铁壶和玻璃壶烧水 这更方便 也减少了烧水的时间 除了图中的工具 潮善人还会使用很多其他工具泡茶 这是杯电 用来保护茶杯 这是凤茶盘 用它把茶杯端给客人 那他们喝的茶叫什么呢 老师告诉你们 他们喝的茶叫做功夫茶 诶 是功夫熊猫的那个功夫吗 这个功夫可不是那个功夫哟 功夫茶的泡茶方式非常讲究 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巧 这就是功夫茶功夫的意思 例如 例如在冲茶时 先用手抬高茶壶 将壶口对着杯口往低处到 临近杯口时快速将茶水洒入杯中 整个过程精彩的 整个过程精彩的像一场表演 这都需要技巧 也就是功夫 功夫茶是朝善地区特有的一种饮茶集足 是中国茶艺的代表 潮州人喜欢喝茶 喝茶在他们的生活中就像吃饭一样日常 他们认为喝茶不仅可以消暑解热 而且能保养身体 现在的潮州 从六岁小孩到百岁老人 人人都会泡茶喝茶 潮州人喝茶没有特定的时间 从早喝到晚 早起要喝一杯茶 才能开始美好的一天 午饭吃多了 要喝一杯茶消食 晚上一家人一起看电视 打游戏的时候也要喝茶 潮州人喝茶也没有特定的地点 如果说他们只在家里喝茶 那就太小看他们了 他们在高铁上喝茶 在马路边喝茶 甚至在工地上干活 也要喝茶 可以说潮州人在哪里 哪里就有茶 他们也喜欢用茶 来款待客人 如果你去潮州人家里做客 他们一定会为你泡一壶清香的功夫茶 对你说 喝了这杯茶 我们就是朋友 记得喝茶的时候不要皱眉哦 不然他们会觉得你认为他们的茶不好喝呢 其实不仅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幅作品 很多泥塑作品都描写的是喝茶的场景 比如这张图 由此可见 从古代开始 潮州人就有了爱喝茶的习俗 那说了这么久 老师要考考你们哟 潮州人最喜欢喝什么 A 酒 B 茶 但是 茶 潮州人最喜欢喝茶 同学们 你们都记住了吗 这是非常有名的泥塑作品 你们知道这是在做什么吗 这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成人礼出花园 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 也就是在中国的情人节这一天 潮汕地区的家庭会为十五岁的孩子举行成人礼 表示他们已经长大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你们看这是什么 它的形状很像桃子 颜色是红色的 所以叫做红桃果 它由糯米 香菇和花生等做成 是潮汕地区的美食 在这一天 红桃果作为祭祭祀用品出现 代表吉祥如意 了解了红桃果 同学们是不是对潮汕美食很感兴趣呢 老师这儿有几张图片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绿豆糕 这是春饼 这是咸水果 这些都是潮汕的特色美食哦 欢迎你们来潮汕品尝 你们看 泥塑中的这个小男孩 他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很好 他的衣服是红色的 你们再看 他旁边的这个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对 是鞋子 它是什么颜色的 很好 也是红色的 他呀 叫做红木鸡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过的那种美食吗 叫红桃果 他也是红色的 在中国 红色代表喜庆 比如春节的红包 潮汕地区也不例外 在这一天 他们除了穿红色的衣服 还会穿红色的鞋子 代表喜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用来装礼品用的 我们可以叫它礼盒 里面的鞋子 里面放着外婆送的衣服 鱼 公鸡等 另外 放着红桃果的桌子 叫做八仙桌 上面放着祭祝用品 可以做八个人 小小的泥塑 展现了潮汕地区的成人礼 我们明白了这种习俗的含义 也对泥塑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关于这个习俗 老师就介绍到这儿了 老师现在要考考你们 今天 我们讲了潮汕地区的哪个习俗 A. 婚礼 B. 成人礼 C. 诞生礼 应该是哪一个呢 对 应该是B. 成人礼 潮汕地区的家庭 一般会为多少岁的孩子 举行成人礼呢 A. 15岁 B. 10岁 C. 30岁 答案是 没错 是A. 15岁 同学们 你们都记住了吗 其实啊 还有很多泥塑作品 反映了潮汕地区的习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张是猪碎礼 小孩子第一次生日的时候 要吃红鸡蛋 甜面条 父母还会为他准备很多的小玩具 供他挑选 这叫抓粥 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这是入学里 开学第一天 父母会准备一些食物 带着孩子去祭拜孔子 孔子 孔子是中国非常受人尊敬的教育家 这是婚礼仪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花轿 新娘子会坐在里面哦 这是古代的婚服 那现代婚服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就是现代婚服 很漂亮对不对 这是祝寿礼 特别是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意义重大 孩子们会为父母举办庆祝活动 宴请亲朋好友 一起吃饭聊天 桌上摆的是兽陶 潮善的习俗 老师就介绍到这儿了 我们接着看 这个泥塑是关于潮善地区的戏剧 潮剧 潮剧与乐剧 汉剧 并称为广东三大剧种 大家看这个泥塑 这些泥塑就是潮剧里的人物 你们看 这两个人抬着什么东西 对 他们抬着酒 这是潮善有名的潮剧 叫王茂生敬酒 我们来欣赏一下吧 我先来这种泥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潮剧是用朝善方言唱的 讲的是王茂生以水冲酒的故事 听了这一段潮剧之后 大家对潮剧是不是有一点了解了呢 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 我们接着看 这是南海戒法 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 在西天取经的路上遇到了困难 所以孙悟空去找观音菩萨寻求帮助 这是中国非常有名的电视剧 西游记 这是西湖借伞 讲的是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 这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电视剧 叫新白娘子传奇 还有这些都是通过泥塑 来展示戏剧的人物情节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有趣呀 那说了这么多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大屋泥塑是怎么制作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是挖泥 这个可是有讲究的哦 大屋泥塑用的都是潮州大屋村 特有的优质土 第二步是裂泥 就是用木棒把泥土 垂倒到硬度适中的状态 切块并在泥块上盖上湿布 来保持湿度 第三步是捏速 有三种方法 这是手捏 手捏就是塑造身体 头部 头部 手脚 首先用一整块土捏出一个大体人物 然后头脚和身体分开 之后重新组合 这是磨印 磨印主要是泥塑造型 比如儿童玩具 服饰图案 这是贴素 贴素是大乌泥塑最大的特色 压泥成片 褶片成衣 主要是塑造服饰 第四步是烧坯 过去是用土窑 现在是用电窑烧坯 这一步还没有上色 所以是素坯 第五步是彩绘 烧制完成后 等到没有热度了 就可以上色 我们看到 这些泥塑都非常的小 所以眼睛和眉毛 是很难画的 可见我们这些泥塑艺人 非常厉害 对不对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中国有三大泥塑 分别是天津的泥塑 无锡的惠山泥塑 还有我们潮州的大乌泥塑 第一个就是天津的泥塑 它叫吹塘人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老人正蹲在地上 吹塑人 人物的特点和一刹那的动态 都被准确地描绘了出来 人物衣服很有质感 淡淡的石青色 使我们从这件作品中看到了生命的活力 尼人章 大多是对市井生活的描写 并用朴素的色彩塑造人物形象 使人觉得作品真实感人 这个作品是按照现实生活情景制作的 反映了 反映了天津的特色文化 第二个是无锡的惠塑尼人 他叫大阿福 是一男一女两个娃娃 都挂着两把金锁 上面写着吉祥如意 艺人们创作出一件样品 然后制成模型 进行批量生产 模印尼人 造型古朴丰满 表现手法简单凝炼 第三个就是咱们潮州的大无尼素 我们的大无尼素 最大的特色是使用了贴素的制作方法 有句俗语叫压泥成片 折片成衣 衣服都是用泥压成薄薄的片 一片一片的贴上去的 就像穿衣服一样 另外 衣服上的花纹都是用半浮雕贴上去的 这种制作方法 使泥素的人物 立体感更强 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同学们 大无尼素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记录了潮汕地区独特的文化 是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 大无尼素不仅有观赏价值 也有收藏价值 有机会 你们一定要来潮州看看 如果能跟着师傅学做一个泥素 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同学们 再见